谁说杭州是美资荒漠啊 今天我就要破这个谣言 哎 你好 老板 你好 你好 就是我们两个在做一个挑战 来您这工作6个小时 你已经等下了饭您看可以吗 今天吗 啊 对 对对对 那期间我就肯定很忙 开着干活了 直接上港帐营店 不行可以来吃饭 今天不是这么有的啊 准备迎客 哥 浪梦菜 浪梦菜 整点吗 我哥比较腼腆 我这个客人来吃饭的今天不是没有 下班 聊到了他与这家店的故事 老板说这家饭店是1983年开的 那个时候只有8平米左右的大小 是奶奶靠着两袋面粉 和十几斤玉米起了家 经过了40年的精心打理 才有现在这家店的样子 他说他很幸运成为这家店的老板 能够将奶奶的心血传承下去 在疫情期间 还有很多的老师贺关心他 叫他务必坚持下去 注意身体 说这是一家为数不多的老杭帮菜馆 他说他不会放弃的 这个店的话我感觉就是跟我第二个孩子一样 今天想把这个店开成百年老店 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杭帮菜原本的味道 现在这个店里都破下来了 没什么烤 我们整点啥吃的 您看的安排 公司的话是6小时 行 今天活干的怎么样 还行 哇 狮子头 才捞旧了 哇 迪马 再猜一个啊 熊奶 拌饭吧 红烧狮子头拌饭 这肉丸子 就是为了拌饭而生的 哇 哇 哇 它有一种不加辣的那种小葱半豆腐那种感觉 清蒸如鱼 在广东来说 对于美食最高的名价就是鱼有鱼味鸡有鸡味 说这些啊 这家的说这些是很出名的 哇 我感觉这个 都不用酷骨 炸的很酥很酥很酥 那个做煮鱼肉鲜味都 完全锁住在那个肉里面 别再给刷了 我们都吃糙了 还上了一个 没有吃糙 我真算好的 然后那个馅的话是 小苹果的 不不不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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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馅没算在里面 正好180元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那个馅我们也吃了 不用了不用了 先不用了 先吃小苹果自己 小苹果是那个的 不用付了 少了 不用少了就不用 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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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咱不能这么干 复了 这个这个打算是8千元 不了不了得复得复 咱不能这么干对不 不行 那我们能一起和她友吗 会 今年一亿发 南方朋友的朋友 吃东北帝国烤肉 今天我带你俩大海一家 土外厂职贡口的 有来一扇 你干啥你来一扇呢 拿这个刷 不是 你干啥 你这扇哪整个铁庞呢 可别拿多了 哪有吃的乳不拿多的呀 这个别刷走吧 不是 你去端什么走 他家称重的 称重 收拾点 来 聊 这就是开市场 放铺啊 我跟你讲 来来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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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就留在这里 我们把冰箱搬倒吧 赵哥 点灯灯能吃完吗 能 能 能 可以 可以 吃烤肉的秘诀 就得放肥呢 不是 甜的 那些花呢 一片一片铅哈 全放里面啊 大花吃肉才行啊 哎 嘿嘿 就整口凉菜了 不是 你生死啊 凉菜嘛 这是东北酸菜 要烤熟了才能吃 酸菜 我们那边酸菜都比较 没干菜做的呀 我们这是大白的做的 这是白的 我说他不是拿芥菜做的 吃肉就得打口丝啊 新鲜的肉就吃烤了 生的是野鲜 哎呀 新鲜屠台肠送来的就是嫩啊 咱说玩意儿一个呀 这有吗 我喝干啥啊 我说麻酱 我跟你讲啊 这这么多麻酱 再斜麻咯 你们俩试试 还斜麻咯 别别别 这玩意儿在东北才是灵魂 你吃吗这个 都是东北大腰子啊 好吃啊 你试试你就知道了 得熟了你试试你尝尝 对 嗯 哈哈哈哈 吃啊 进去玩就 哈哈哈哈 他不就生小秀了 哈哈哈哈 春季里开花 1456 6月6 看不 一天呐 体验南北方的价格差异 这么点麻酱 这多钱呢 28 2 28我已经撒饱了 不可理解了 就这么大点麻酱 带我们东北 一个人 乐老大 就不吃就给我吃饭 谁谁不吃 撒饱的都不够我吃 不要抢 Are you ok Hello 这么大个包子 一块钱一个 咋不够啊 不够咱那给你来一个 我不是说不够 我还是说你给这个 这不能太贵了吧 33 不贵 啊 多少 32 这点白 喂 我们那边讲到底啊 15块钱 啊那32都能买一大捆的了 有机菜 有机有机 这一份才12啊 这我妹妹这一份不得 这 这是 4 50 啊 夸张了 20 20 30 这啥玩意啊 就这一小点 这不以后就没了嘛 哎呀我的妈 吃吧赶紧 这花我100多呢 这花100多啊 老老老我怎么再点 我吃这个也拿回来 你 XX 哇 Are you OK HELLO 这肉串这么大呀 这还大呀 哇 玉米整个啊 太牛了你们这儿 你知道这些菜多钱吗 啊 100回家 啊 你这玉米怎么一根一根的卖啊 这玉米就这么吃才好吃啊 来自看路去世购 点头YES 腰头No 要打招呼喊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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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南朋友 第一次吃粥的火锅 你就请我喝粥是吧 哦不对 这个叫做米汤 你是不是还得给我里边加点白糖 加点咸菜 那你说我家我给你弄点粥喝的 是 这是打鞭炉 打鞭炉啊 火锅 蛤 火锅 有这种火锅 白米火锅 海鲜啊肉啊各种样子 到时候这些还能喝掉 蛤 海鲜肉夹在里边一起涮 哇 哇 这些好吃到哪里去 哦 等一下跟蒸香现场 海鲜 海鲜 陶萨牛肉 较片较� stakeholders 3倍 说自己 生人的加油站 这什么虫子啊 看什 4 没虫子 购吗还咋 不够不够 还要吗还咋 要要要 你俩逢啦 做了两大救腊了 吃完沉 先吃完先吃完 这得部劳少钱玩 哎呀 Agent largely 就这么一点玩呀 但这也对 再说了 现在我管购 依先生 二荤 三醋 四栳 味道才能增出的一斤 我们把东西吃完了 再喝一口那个粥 哇 做蟹肉 我这个没熟 你还我一块 刚刚你夹的我一块吧 这个人的真的 太逸合了 我只代表我自己的吃法 他们都说不如句话嘛 无辣不官嘛 好 谢谢 要不然我也加点麻酱啊 可以干不干 你要这么做 我也把酱油倒里面吧 我还行 北方互换早餐挑战 那我先来吧 整的 真辣的嘛 无南米粉 辣的 我们那边早餐都吃辣 油泼辣的 油泼辣的 往里灌灌灌 到早上吃辣很容易 热气的 我知道啥气 你试试 咋呀 太辣了 你选的是微微辣了 不行啊 你们这边都是新娘啊 尝尝我的吧 东西还不好 都东北了 我早上天天吃 知道好多的特产是啥咯 老美食活 没得我啥 我看个这玩意吧 我真有 你看这边的老八底蛮 就是八底蛮 他们家出新品了 把包子和那个东坡肉 结合在一起了 这东坡肉 在这里面好咸的 它能好吃吗 你看看 哇 好烫 哎呀 好烫 哇 看着不错啊 弄紧豆腔啊 什么 啊 冰的啊 对啊 炸冰的呢 你们不喝冰豆腔吗 你这哪个早餐店看 豆腔有冰的呀 哪个早餐店没有冰豆腔啊 然后八底蛮家出喝 铁头针蛋鹅包夸摸 蛋鹅小人都买过去 全包包了 这什么 葡萄糖的粽子呀 开尝尝 甜的呀 怎么整甜粽子呢 哎 这个叫灵魂 你们什么都蘸白糖啊 哈哈哈哈 就蘸下去 哎 对 哎呀我 好吃啊 对 好吃 哦 这甜粽子不行吗 跟我们那边不一样 我们那边是肉粽子啊 肉粽子肯定好吃啊 我知道 加点肉啊 加点酱油啊 我想的好听 小花貌啊 哎 美女儿 我们 来一次看我去吃肉 那个胡椒味 包子没了 就那一个了 你给你拿点 看他 哎 你先去回来 给你转 给你20个地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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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朋友的朋友 第一次尝试牛别火锅 这咋吃啊 好吃 你问老板 老板咋样 好吃的 有女朋友有纯真的 可以多吃一点 哈哈 听见没有 牛肉 牛味 哇 是拿这个 熬熬熬哩熬锅底吗 对对 这个好像有抹茶味 我 其实也还好啊 我感觉 老板它为什么有点酸 那个味道是那个山 这个牛肉真香 一个中草药 我去喝一下糖 啊 太 你看老闆哥 你看怎么还在咬鱼呢 我们柜子的这个辣椒面 还有折耳边 在这个汤边的 不蘸酱油呢 你怎么啥都蘸酱油 我这个真香 我是特别讨厌折耳边的 哇 别打 别打 我跟你说 折耳根真的 直接吃啊 必须蘸酱油这个 开锅牛扁 像这种小炒红牛肉 好吃 干锅好吃 香啊 真好吃 回甘啊 我没想到折耳根能这么好吃 先前我们都吃错了 我们贵州的名言就是 好吃不过折耳根 好玩不过改秦森 你们贵州话好吃怎么说 阿没得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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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区给我们打几分 那不就伸手就来啊 啊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六月六 看不 南方朋友的朋友 吃东北麻辣烫的区别 来放上 然后我还说你点不多 我信你也很过瘾 吃选的吗 天啊你找我去不给你加 我们正宗东北老师麻辣烫啊 同好 中心菜 刚才都来点 你怎么弄这么多素菜干啥啊 东北麻辣 我一个肉都没得 咱们正宗东北老师麻辣烫就这种啊 嘿嘿嘿 大伯爷也吃我这正宗的 我不了 哎呦 你给人家掏空了 你真心 东北有加那个丸子什么的 加点肥牛也是正宗的 好好好 你多少钱 38 你这也不便宜 这个还不便宜吗 这很便宜啊 我那些38 你那些得多钱 叫我一声大哥 我今天给你买单了 付完了我叫什么叫 我只付我自己的大哥 你们老板你已经付完了 两分一共38 付完了 我两分一起38 这啥呀这是 我这上面为什么有这个 你也有 叫麻酱啊 那能好吃吗 放到麻辣烫里边 你吃的你绝对会爱着 那个味道 白糖 白糖 你别别别别 哪有麻辣烫里边放白糖的呀 你试一下吧 过了吧过了吧 小薰你加点你再尝尝 有点糊底 你接受不了 咋脆脆的呢 但是你的那个白糖没有 化碗 正宗东北麻辣烫 有点香味 可能是那个芝麻酱的味道 闹一口香炭 你把骨头买了是吗 什么骨的 这是鸡骨鸡哈 人家把鸡肉挤走了 然后你拿骨头买回来 你滚 这骨头是太多了 这怎么是甜味的 酸甜的这就不懂了吧 但是最重的 老板这来是不是解架了 哎呀 你先吃完麻辣烫里边 吃完麻辣烫 老板 咱打不了 吃完早时候打不了 先吃完好吧 春季的开花 十四五六六月六 看不 吃饭你还买这个干啥啊 我会被他买了八块钱一块 多便宜啊 我 当我带南方朋友的朋友 在东北餐厅里要两只串 来吧 我觉得点单吧 我不要 我让你拿着 谁让你吃了 我让他吃了 这也真不幼脸的 我地方 这牛肉串98元一串 十串 牛肉串 什么十串 咱整一串就行 从你俩下那样 我说来两串 来两串开玩笑的 你以为是两串这个是吧 你满意吃的 就两串吧 相信我 这什么概念啊 没有贵就没有伤害 人家根据就是八块钱一块 你这个多少钱 你这个98的 哦 你还知道是98的呢 你慢点 慢点 来 试试 来 来 试试 试试 你给我啊 不是 你不要 不能给他撸下来呢 不是 大概你了 我反了 不好意思 特别是你们那边的钢巴肉啊 是不是糖鸭 再就会算 食肉不是蒜香味少一半 你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 老药王 鲜明的万杯巧妙 这个让 这个老板是真的食人 呵呵呵呵 哈哈哈 不是 不是 你拿回家 咱家猴鹤好厚 等会等会 你俩干了吧 你要花钱买嘛 不要 再得了 感谢观看